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啦,今晚我們討論的題目就是關於外星人 外星人的信息和外星人到底想說給我們地勤人些什麼事 大家相信都知道最近在香港有一個電影 這個電影叫做《地球停轉日》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我們都很發揮手手,都走去對仙島為快 不斷看一看,到星期五下會第一、第二天我已經走去看過 亦都很多人買票看 虎頭蛇尾 那整個故事基本上就是說什麼呢? 就說外星人發現地球人真的不生成 其實在宇宙上不是那麼多的 即是不是說有幾億裡面可能也有幾千萬 即是能夠有一個環境適合生物的成長 其實在宇宙上不是那麼多的 所以如果地球人不保護這個地球而破壞這個地球 外星人就要做些事情停頓它 整個故事就是說外星人來到地球 他當時就是希望訪問地球警告人類 將會面臨災難 不如大家召集國家領袖的會議 讓外星人可以將這個訊息告訴他 但當時美國的官員就當他一個敵人 不單是沒有安排大家的善意討論 企圖多方面將他襲擊或消滅 當然以外星人的科技 地球人根本對他來說是不堪一擊的 不是一個對手 故事到最後你看到 外星人就開始發動 將地球的所有生物全面毀滅他 然後這個外星人遇到地球人 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和他的兒子 在他接觸地球人裡面 他會突然感應到人類有另一面 人類的愛心 人類的愛心 那一面感動了他 於是他就停止毀滅地球的過程 故事是非常簡單的 原來1952年是當時已經拍過出戲 即是說這個訊息這個意識 其實不是現在地球真的越來越多問題 所以有些人就拍到這樣的片 或者是讓我們反省一下 希望我們可以停止破壞地球 這個故事其實是挺簡單的 當然那個訊息我們認為是很重要的 香港人真的有機會應該去看一看 但作為一齣戲來說 有些人覺得可能拍得說服力不太好 阿金你也看過了 是啊 這個故事 導演的手法都沒有就不好 去到尾說這樣就完了 就是這樣 看到人類愛心一面 就算了 麻煩你們了 但是和這個世界 即是一個對於宇宙或整個宇宙 這麼重要的決定 一個星球的存亡 只是擺在一個 叫做 死刑周鵬觀 看到兩個人 因為他就看到我 那樣地球死定了 不是 和他來了 和他來了地球 問回自己的 老友 你在地球怎樣 這個地球值不值得移動他 即是他就問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他給了報告給他 最後報告 應不應該要把地球 應該要把人類毀滅 是啊 他說一句 人類都是 沒得救了 雖然沒得救 不過我都喜歡 我也算了 我都選擇留在這裏 一起被毀滅 是啊 就是這樣 其實這部電影的觀點 是一個很地球的觀點 即是他用地球人來看事 好像他們說的 其實這部電影說的 好像很合理 其實你如果從外星人的觀點來看 根本完全不是這樣 即是我的看法 是 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就是 就是我剛才說的 觀點是很大的差異 我的估計 外星人怎麼看地球呢 其實首先 地球人的生死 不是外星人操縱 因為他們 就是看很多那些 跟外星人有的接觸 那些資料 外星人經常都說一件事 就是所謂free will 每一個星球的人 都要決定他們自己的將來 這個權力 所以外星人不可以進來干預我們 他們也解釋 為什麼 經常有很多人說 你們外星人 為什麼不走下來 停在白宮門外面的草地上 全世界都知道 那外星人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或者你可以 整天都是滿了飛碟 沒有人可以說你們不存在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這樣做 他們經常都說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 會引起地球大恐慌 一引起恐慌 即是換句話說 他們影響了地球的將來 他們是不允許這樣做 正正這套戲 都有些觀點都對 就是說 如果外星人真的來地球 不用想了 一定會動它 一定會打它 他當它是敵人 一定是這樣 即是等於我們這個時代 回到盲方時代 一不就兩個人 一不就恐慌 一不就被亂石病了 是 你說的沒錯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跟我們有 大規模的正面接觸 因為他們害怕了我們 會殺害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生物 他們都會死 雖然科技很先進 先進很多 但都有個危險程度 根據以前的紀錄 根本美國政府一早已經知道他們的存在 亦是經常攻擊他們的 你如果看UFO那些 Documentary 他很多時候是拍攝太空站 太空站拍了很多的影片 其中有幾個 好像是STS-80 忘記了 第幾個任務 你看到有個飛 在太空站拍攝到大氣層 你看到有一個光點 一路高速在大氣層上飛過去 飛一下 突然間 那個鏡頭 就有一種 閃了一下光 不知道光是哪裡來的 總之看到閃了一下 跟著飛碟 就一個屈尾十高速走 一走完之後 就看到有另一個白點 在地面一路射上來 好像一個炮彈 當然不是炮彈 這是一個 它叫做 不知道 雷射 即是那一類的彈 我忘記了名字 叫什麼 是一種新型武器 是想擊落這個飛碟 所以這個飛碟 一detect到 就馬上送人 知道嗎 原來這種情況 是不斷在我們的大氣裏 不斷發生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 全部是高度秘密 也有人懷疑 你知道 這不是一個秘密 美國早已有 Space Command 你們有沒有聽過 Space Command 是美國 Air Force U.S. Air Force 有太空的戰略 空防的戰略 不是戰略 就是太空軍隊 差不多是太空軍隊 你知不知道 在英國有個人 他用了普通 買得到的天文望遠鏡 他可以拍到很多 不明來歷的太空船 在我們的地球的外太空運行軌跡 沒有一個國家承認 他拍到很多的太空船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人是用普通的天文望遠鏡 他拍得到 他都放上youtube 他說最早期 他應該放上youtube 放了一年多 我估計 他最早期那時候 經常有一些 黑色的直升機 在他屋頂裡 拖他 恐嚇他 他就不騷擾他 他就繼續放上去 現在最近有沒有騷擾他 我就不知道 這個人很厲害 他好像叫做Watson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拍到這些 是一個飛船 但不是飛碟 很明顯不是飛碟 也不是飛機 是一個飛船 他拍到不同形狀 不同大小的 在運行地球的軌跡 有很多飛船 他還拍到 在月亮表面 有很多建築物 是被他拍到出來的 怎麼看得到是建築物呢 因為他那個邊是直線 不是岩岩岩岩岩 不是自然的 是一個直線的 好像是一個方形的 坐在月球表面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很可能 美國這個Space Command 其實已經霸佔了我們這個外太空 也部署了很多武器 軍隊在上面 他們拿來做什麼呢 是攻擊外星人 他們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攻擊外星人 有哪個外星人 他們一發現 他們就要打他 還有一個美國人 他就怎樣呢 他就用夜視鏡 他在美國買到最漂亮的夜視鏡 他在加州 我忘記了哪裡 加州北部 那裡 他走出來用夜視鏡 一看 原來看到很多飛碟在那裡打仗 打仗 是的 在那裡打仗 互相打仗 是的 多數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這個Space Command 和外星人在那裡打仗 就是你射我我射你 那他不僅僅他一個人看到 他還拍了video 就是他賣那個DVD 還有他經常做Conduct Tour 就是他帶你出去看 知不知道 然後一人拍一個夜視鏡 那你就自己去看 很多人都看到 我沒有看到 在美國什麼地方 他有沒有說 應該是北加州的 我完全忘記了 是哪個地點 應該是加州北邊 就是San Francisco那裡 應該是近San Francisco那裡 即是在外太空 他望上天 他望上天 用夜視鏡看 我晚盒 用夜視鏡看 看到飛碟在那裡打 你攻擊我 我攻擊你 所以很多這些資料 慢慢慢慢走出來 你知道嗎 即是你看得到 這些東西不是神話 原來是真真正的發生 美國政府在50年代 和某種外星人有了協議 這個資料其實在網上已經很多了 有人證物證 什麼都齊了 即是也有好可能 所以美國當時跟這班外星人 這班應該是不太好的外星人 就是已經拿了他們的技術 所以做到那些超級巨型的武器 那些東西 或者控制天氣那些技術 但是應該大部分的外星人 尤其那些技術很高超的外星人 他們那個用意 對地球的用意是善良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 如果他們不善良 我們一早已經沒有了 還等到今天 他們要贏我們 他們要控制我們 以遮火 為何他們沒有動手 因為他們根本來以善良 只不過當如果 譬如美國政府的秘密 那個太空部隊 是攻擊他們 他們一定要自己保護自己 這些就是無可厚非 但是他們的用意 不是要佔據地球 他們的用意 其實很多這些 跟外星人有個接谷 回來講的東西都是一樣 就是說什麼呢 他們在觀察地球 其實他們很多也是觀察地球 觀察了很多年 甚至乎是過萬年 他們是知道地球是面臨自我毀滅 因為包括很多東西 戰爭是人為的 包括是所謂天氣方面的天災 也有很大可能是人為的 甚至乎 他也講到 在這個外太空裏面 也有很多 我們是想都未想到一種危險 我們不知道發生著 現在這些危險 也向我們朝著我們來 包括其中一個 在網上也找到很多資料 叫做Nibiru 就說有一個很巨型的太陽 或者叫星球 是朝著我們來 這件事 也有很多資料 去 backup 包括什麼呢 美國在兩年前 突然之間 在很短時間 在南極 建了一個叫做 South Pole Telescope 南極望遠鏡 為什麼他無緣無故 在南極 一個天氣最惡劣的地方 建一個望遠鏡呢 因為很艱鉅的工程 因為天氣這麼惡劣 一年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可以去那裡 他可以在那幾個月之內 匆匆忙忙 就建立了一個望遠鏡基地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所謂Nibiru 就在南極的方向 向著我們來 他在南極的Telescope 看得最清楚 所以美國政府 一早已經知道這件事 他們立刻就起了一個望遠鏡 來觀察這個天象 這個自然現象 所以有很多天災人禍 是不斷地發生 我們大部分人 只是猛成城 所以不同的外星人 和不同的接觸人 是說 你們地球面臨大災難 你們一定要醒覺 你們如果不醒覺 你們就會自我毀滅 外星人不像這套戲一樣 會來毀滅我們 我想沒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第一 他們要尊重我們的所謂Free Will 我們自己就選擇這個權利 他們不可以影響我們 第二 他們根本的用意是善良 他們不會毀滅我們 但是我們是絕對有能力自我毀滅 所以我是比較擔心這件事 因為有時候坊間也有很多人去研究外星人 其中我最近也有跟一班朋友討論這件事 有些人都認為外星人是有善良的有惡的 即是說一定有邪有淨的 這是一個定律來的 不可能是沒有一些邪惡的外星人 還有我們看電影裡的Star Wars說的故事 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知道在美國有一位醫生 Steven Greer 他在小時候童年接觸過飛碟 以及受過外星人的訊息 這位醫生 因為他這個經驗 導致他變為一個 從一個家童 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很複雜 他爸爸媽媽都是印第安人混血 就是一個很破碎的家庭成長 如果他不是因為遇到外星人 以及跟他們的接觸經驗 他是會變成一個頑童 一個不知上進的人 但他結果成為一個很乖乖的學生 自己自己上學 自己工作是自給自足 自己自給自足 結果是讀成了醫學院成為一個醫生 他在美國 北加羅列納州 一直做一個醫院 做一個醫院裡面的 一個急症科的主管 但到幾年前 他覺得他不可以再等 他覺得他的任務 是要把外星人的訊息 給地球人知道 他成立一個機構 叫做Disclosure Project 曾經他在國地深入訪問過 差不多幾百位跟外星人 真的有接觸過的人士 他最後在華盛頓 開了一個很大型的記者指導會 當時有二三十個 這一類的人 在記者指導會出現這樣說 如果國會有一個號召 要做一個聆訊 在法勢之下 說話 他們是願意去做 但結果都看到 暫時到目前為止 都幾年之後 我想都成三四五年左右 都未曾全面地發生 但Steven Greer 他有一個機構 是幫助我們地球人 有興趣接觸外星人 或者外星飛碟 有些組團 會帶我們去美國不同的地方 跟他們接觸 但他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當這個現象 是一個很古怪的 方怪的現象 就是一個獵奇的心態 他不會歡迎你去 還有如果你心目中想著 外星人有中有奸 這些心態 他也不會歡迎你去 我自己經常這樣想 雖然有人說 這個世界僅有邪有正 但我覺得這是地球的現象 在星球宇宙的環境 如果是有邪惡的存在 以他們這樣的科技 他們很快是自己毀滅自己的 所以當有人說 這個邪有邪一定有正 這是一個天公地道的 一個自然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在講地球的現象 就是這個過程 我想你進展到那個境界的時候 你不可能會有再邪惡出現 所以我很推揚一本書 就是我過去一兩年前都講過 有一本翻譯的小說 其實真的不是小說 叫做《亞米星星的小孩》 有另一本叫做《亞米宇宙之心》 和《亞米愛的文化》 原來這個作者是Enric Berriel 是南美洲人 他將他和外星人接觸的經歷 以差不多一個兒童小說 寫出來 當時外星人要求他 以一個兒童小說的形式寫這個資料出來 不要當作是真實的經歷 但你真正正去看 你看到裡面講的資料 真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童話小說 這本書其實在全球 差不多有成250萬冊 看過的人都相當之多 我們香港很幸運 我想在台灣有人把這幾本書 由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翻譯出來 有一個中文版本 其實裡面的訊息 我覺得是最立理最容易接受 他很強調 他不可以干擾我們 譬如很多宗教都這樣說 就算在基督教裡面所提及的阿當阿華 當我們有了吃了禁果 我們已經有一個決定是非的能力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free will 我們是地球人有這樣的能力 地球人就要決定自己 如果不是他什麼都幫你做完的時候 其實在這本書裡有說 當地球小孩子問過外星人 既然你有這麼超越的能力 那你不如先幫你做完 你可以預知未來的 告訴他 他的答案很簡單 如果你能夠預知未來 你覺得你的生命還有沒有意義呢 很簡單 我問回大家想想 你明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你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你的生命就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我也想偷看 看看馬錶哪一隻馬法叔 是啊 沒什麼意義 但都會偷看 如果知道的話 真是不錯的 那整個做人 真的想到真的沒有意義 不是 知道了就沒有什麼意義 沒錯 所以那本書 我始終覺得 我承認這個訊息 是多於很多人認為有邪惡的 有些說法 就是我們的地球人 是外星人配種的 當然這個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也都解釋過 分析過這個可行性 那James sir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一下你 其實 以你看到的資料 其實地球 人類和地球 即是人類 是否 現今的人類 是否已經到達一個 臨界點 即是 即是 關了很多方面 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相信我们休息几分钟后 请James 详细想一下这个题目 先休息几分钟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 那我们继续回来讲今晚这个题目 就是外星人的信息 外星人到底想讲些什么给我们 最近因为刚刚有出地球庭转日里面 就是讲这个很重要的题目 我觉得呢 刚才阿金提出一个问题 其实都是 怎样提一下James 就是人类是不是去到临界点呢 就是 在我的观点呢 是绝对是 因为 其实现在呢 我们除了 人类那个 自己的愚蠢 你可以说 包括污染了我们自己的资源 水呀 食物呀 空气呀 全部都被我们污染了 就 因为人 可能 你可以说是一个自私的一种行为 就是为了自己利益 就不理人 其他人死活 以前人少的时候 这个世界都可以承受 我们这样的租撻 但是呢 到所今时今日呢 已经差不多到尽头 我们的海里面的鱼 已经死了很多 已经被我们吃了很多 剩下好少 等等等等 一大堆的东西 这个人类自己的愚蠢 问题就是 现在除了这一样东西 还加上是有一小撮人 俗称所谓新世界秩序也好 Illuminati也好 什么名都好 是的确是有一小撮人 是想控制全地球 那么他就 用了 利用了人的恐慌 利用了人的无知 再加上他们呢 就将很多这些资料呢 秘密化了他 封锁他 让你们是没有办法学得到的 再加上利用了人 通常呢 我们的人呢 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很懂事 其实人的确是很无知的 很多事情 完全不知道 以前我们都说过 在医疗方面 相信了那些所谓专家 以为他们说的是对的 就相信了 但是呢 我们不会懂得去 咦 如果我看看这些结果 不是这样的结果 根本这些所谓专家 是帮不了我 会不会有其他的答案呢 在无论在科学也好 医学也好 政治也好 经济也好 所有这些东西呢 都是很无知 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那么呢 因为我们无知呢 就可以被这些小撮的人呢 利用了 那么呢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想控制所有全世界地球的人 所以说 因为加上这个大问题呢 所以呢 真真正正我想 在我的观点呢 人类真的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 可能不至于全人类灭亡 可能未去到那个地步 但是呢 肯定呢 会有很多人会很痛苦 外星人呢 其中有些contact的资料呢 他都说呢 他说你们地球人 现在破坏你们自己的大气层 你不知道 到有一天呢 你会发觉呢 那太阳啊 照下来的辐射呢 你们的大气层 已经没有办法保护你们 照下你们的皮肤 会灼伤你们 你的眼睛看一眼 你会瞎的 但是呢 你们会感觉不到温暖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大气层呢 原来是将太阳的辐射 变为一种暖的 一种温暖 让我们感受到 但是当这个大气层 这种能力丧失了之后呢 我们只可以接受这种辐射 直接是吸收了这种辐射 就会灼伤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觉得 暖 我们一样会觉得很冷很冷 但是呢 同一时间呢 我们的皮肤受到灼伤 幅射 所以呢 到时呢 那些外星人就说 你们呢 真的 地球就是一个地狱 你们是人间地狱 这个地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呢 其实我就 很想很想 除了我 我 还有很多其他人 是同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所谓 唤醒世界的人 让我们知道原来 这个世界 我们看的那个表面 背后有很多很多 我们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 那些资料是被人 压抑了的 有很多是 有很多是 直接是说明 是一个方言来的 嗯 什么资料压抑了 免费能源那些技术 压抑了的 很多医疗的技术 压抑了的 嗯 什么是方言 明明是有飞碟 他说没有的 嗯 他说是沼气的 他说是水星的 你看错看错了 即是 即是一种对人的 一种智慧 一种侮辱 但是 奇就奇在 喂 那么多其他人 怎会相信这些东西 喂 大哥 你自己有眼看的嘛 有整幅相放在你面前 让你自己去观察一下 这个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Photoshop做出来的 嗯 你自己是有的 我深信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能力去分辨 是不是 Photoshop做出来 一定有破绽的嘛 它的边 可能是非常之假 非常是 即 即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但是 你是有能力 太美的 是的 你做得太美的 有时很多东西 对我来说 我是看得出的 当然 我可能是错也不顶 我不知道 嗯 但我就是有一种直觉的 一种能力去分辨 是啊 反而你做得 劣质 做到好像 随手拍很懒的 是啊 是啊 你做得很漂亮 好像地球停转日 那么漂亮 大佬 很多的光线 折射 那些现象 你是很难重复得到的 虽然我们的电脑技术 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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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得很快 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 但也有个分辨 其实呢 最重要最重要呢 就是 我发觉呢 大部分人呢 是不用他的脑去思考 他不去怀疑的东西 他以为 哦 这件事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我小时候老师说 是这样就是这样了 他是信了这件事 我有一句话 我经常都说 Science when believe 当你信的时候 Science is a religion 科学其实是一个宗教 因为你信了他 你不要怀疑他 虽然你叫他做科学 其实是一种宗教 但是当你 有些迷信 你不想迷信 你不想迷信 不是有些 只是100分之100迷信 他叫做科学 其实就是一个迷信 为什么 他不去怀疑他 咦 这一行就有很多迷信 绝对多 很多迷思 我叫什么 绝对是 真的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一般人 由出生 由教育开始 老爸老母开始 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 明白 你把自己養成 明白 就是 可能 背后 那些 小数操控 就是令到你很难找到 就是让你想不到 还有 不要质疑那些专家 那些传媒 你也很相信 他也要相信 他也要相信 自己简体那些 他也不相信 也是不好 那些专业人士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一个境界 就是 我们不知道是一个 刻意做到出来 是很高 很高招的 就是他们 不需要控制我们 因为 我们自己地球人 是会自己控制自己的 这个境界 很厉害的 就是 自己迷惑自己 自己 自己Self Polist 自己 Self Censorship 都是会听到 就是 其他这个境界很厉害 就是 他不需要刻意 在外面的干擾我们 你自己人 会自己控制自己的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 开始去怀疑 你所学的 你所听到的 你所识的 你只需要去怀疑 我相信 很快 你就会看到 起碼看到多些真相 你不可以看到全部真相 你起碼会开始看到多些真相 因为很多时候 一样东西是有逻辑性在后面的 有一个因有一个果的 有一个结果出来的 你看到结果 如果是跟你正常的想法 是有出入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怀疑 究竟他说这件事是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发觉 不关读得书多读得少 绝对是 我们整个教育institution 根本都是被人控制了 那种觉醒是不关读得书多读得少 绝对不关 我发觉很多读得书多的人 就越封闭 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懂 他绝对不会怀疑 究竟我懂一些东西 是不是不是这样 他绝对不会怀疑 这样就死了 你一不怀疑 你就很多时候就跌入一个陷阱 你以为你看的东西是对的 现在好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这帮当权人 他利用了这一样东西 一尾就用媒体来灌输 他们想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 一尾在灌输 那当那些人 他也不去怀疑那时候 你听了你就信了 你一信了你就入了这个陷阱 还有经济上 就是经济上 就是整天都觉得大家 找招不得晚 又要做十几个小时 是啊 为家屋而失 就是你不会那个脑 有空闲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就是这一招又是 不是 应该分开来说 其实用脑想东西 就不需要很多时间 你只需要一个心态 就是你去怀疑一样东西 那当然你如果是你找食都不够那时候 你就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人之常情 但是我认为是绝对有可能 你虽然是找食艰难 但是一样可以去怀疑 当你一怀疑那时候 你就会看得到真相 当你一看到真相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懂得选择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很相信 地球大部分的人 是想一个很快乐的环境 让我们家庭很快乐成长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想做亿万富翁 这个是不需要的 一个快乐的生活 是不需要有亿万富翁 不需要做亿万富翁才有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目标是一样 那为什么搞到我们今时今日 这个世界是一塌糊涂呢 我想归根究底 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因为我们不去怀疑这些东西 我们不去思考 我们不去想 我怎么可以改善我的环境 我怎么可以不污染我的水 我怎么可以不污染我们的空气 等等这些问题 一定要去思考 我们老师教我们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美国政府说没有飞碟 是不是真的没有呢 自己一定要去想这些东西 因为当你一发觉新的真相的时候 我们人的行为自然就会变成 所以其实我是绝对绝对赞成 好像这些节目 应该很多人很多人听到 希望可以激发他们 一种思维 让他们开始去怀疑 有很多人 很可惜我要加这一句 除了受了他们以前的教育 媒体的影响 也有一部分人受了宗教的影响 因为所有宗教都不是教你去思考 都不是教你去怀疑 它是教你 只要信 它是教你信 信就是思考的相反 当你信一样东西你不会去思考它 当你思考一样东西你不会去信它 但是不信不是代表 不会接受一样东西 这个是两回事 因为我译另外一句话 religion when questioned is a science 宗教当你去怀疑它那时候 其实是一个科学 是一种很高深的科学 因为为什么呢 你讲到底宗教真真正正的所谓 我不是讲现在的宗教 我是讲灵性的宗教 那些讲到底就是讲大自然 这个宇宙是怎样操作的 所以外星人 为什么他们的灵性这么高呢 因为他们全部明白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除了科技高 他们的灵性 因为他们明白了 自动会提高 在那出气那里 你都很容易看到一个 可以说它很卡通的场面 明知外星人的能力 超越的能力 我们的地球的武器跟它 根直是没得比的 那出气里面 一次一次 美国政府 要不断派一些军队 截斗机来和它打 我们看回这出气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外星的物体 或者外星的智慧来到地球 我们讲过去说 你不用跟它打 你跟它真的 它可以控制我们的思想 控制我们的脑袋的想法 那出气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说 如果我们真的地球 是有这叫Space Command 在跟它去打仗 我都觉得有点难以相信 唯一一样东西 你说在Rosford那时候 50年代 他们的地球 那些地球人出了来 那有些科技 被我们的地球人 扔到学到 那我们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拿到一些 可能高级一些的武器 但是再跟它们 能够在一个宇宙 来到飞行 超时空的飞行 那些科技 科技可能还差很大 不是这样 它可能用一个频道的方法 将你的太空人 或者你的飞行员 整个思路都改了 所以你根本是不堪一击的 你根本不用什么预防 我们跟它们的抗予 它的能力 它要真的袭击我们 真的比我们数以千万倍 所以你根本不用搞那么多 是不可能 是弄什么防御站 中国人就有句话 唐臂挡居 为什么唐龙要挡着车呢 他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这些是愚蠢 是出于恐惧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恐惧 我想是出于他们一种自大 一种妄想 但是刚才你讲的那些 就是说 在电台这里 多些人听 去问问题 觉醒 但是大多数人 自己都试过 你要跨越 怎么说呢 就是很 就是你会很孤独的 你明白吗 你掉头走啊大佬 十九个人向前走 你又向了后走 你明白吗 是 就是很多人会指责你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我明白你说什么 所以耶稣有一句 耶稣就是那类人 你们要走责门 就是不要 一对人 他也说 他说不要将珍珠 扔在珠前面 就是什么意思 如果那些人不懂得欣赏的 他不明白你说什么 那你就收声 是不是 所以有时 老实说 有时我看这个世界 我自己都觉得很灰 因为你真的望眼出去 大部分人是真的没有醒觉 你看到他日常生活 一天到刻是说什么 赌波赌马 说来说去都是那些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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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我见到这些情况 我自己都不知 不知 怎么办 真的不知怎么办 我说这又不用那么悲观 你想想 如果这些外星人 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资源 想望一望 不断观察地球 人类的行为 虽然我们人类都做得 除了好事也有很多事情做的了 但是其实你想想 换换一个另外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人类都仍然是有希望可以改好的 如果不是 我只是望都不愧望你 不要回头 打封麻将好过 但是我们的时间 已经就快没有了 但是最少 就是最坏的情况 我还有五成机会 五成机会 不行 就是我们全部机会 都不行 如果没有了这班 所谓New World Order 在后面搞鬼 我都会认同你说的 但是如果有一班人 特意在搞鬼的话 我看就没有五成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那个可能性很低 非常非常低 我越看越低 除非你说 哇 现在世界的人开始醒觉 开始 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这又这样 那又开始发问 那就可能还有机会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 就是很容易 你可以幻想得到 譬如明年 2009年 或者甚至乎 2010 不知道哪一年 这个新世界秩序 这班人 他真是弄一个假的 外星人 袭击地球 这个现象出来 立刻 真是会引起全球恐慌 这个是 你想都想不到 那些人不会想 喂 会不会这个是假的 他不会这样想的 就好像9月1 那样 有多少人问 是会是假的呢 虽然这么多证据 出来了这么多年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七年了 这些证据 有多少人知道 少到 就是 令人害怕 我经常都想 那些人没有脑的吗 真的 他真的是不是真的没有脑 他不想东西 他可能不觉得一般人 有脑 我知道 这样也会怎么办 不是啊 我知道 他如果像你那样说 我也会开心一点 他直接不知 他直接不知 知道吗 那里才让人害怕 明白吗 所以如果是这样 你想想 如果过几年之后 有一个新的外星人 襲击地球 到时全球马上会恐慌 一恐慌 这个新世界秩序 就会出现 就会控制整个地球 那时候人 真的没得救 老实说 你到那时候 你怎么反抗 你反抗不了 在很多网上的资料 都可以看到 他们的步骤上 他慢慢地 他就会控制我们人的 基本的活动 他会有些科技的chips 种在我们人的身上 最简单的做法 我们的小朋友 很多人经常被人拐大 如果我们有这个科技 将这个晶片 可以种到人身体 不是那么容易拔出来的时候 你的小朋友 没什么机会被人 就是很难被人拐大 现在有 原来在狗的身上 所以你这样听起来 你会觉得挺合理的 但很多时候 他们不了解背后 如果他们将这个科技 用在第二方面 来控制我们的全球人类 那那个景象会怎么样 很多人都不会想的 就是类似1984 就是Joyal的故事 我很记得我七零年代 在美国 在读大学的时候 美国政府推行 那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 当时我们学校里面 很多人都很反对 这个七零年代的时候 他有一张 这样的ID卡 用了social security number 记录了你的东西 很多人都反对 但香港今时今日的人 拿着身份证 还有智能身份证 我觉得很容易接受的 还有他觉得还是很方便 是理所必然的 其实你想想 其实正常 就是要正常的法理程序 就算我是一个 坏人的职贩 不是我证明 我的身份的嘛 应该是政府那些官员 政府官员 一个月收这么多粮 这么多资源 是你去 应该是找我的身份的嘛 你可以看到的 其实每一件事发生 都是有正有反的 我经常都觉得 我们的free will 在圣经上 或者我们说 我们地球人 就吃了禁果了 跟着我们 神就告诉我们 好了 你们已经有这样的能力 是辨别是非了 你可以看到 地球上 很多很多的出现的现象 其实都可以用 这个很简单的模式 看到的 其实每一件事发生 你都可以看到 正那面 但也同时有负那面 很多时候 我们看我们 如何去用 如何去运用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科技 其实现在 很多在网上 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是不断地出现的 我们经常强调 为什么我们这个 网上的电台 和网上的资讯 是这么重要呢 真的 大传媒 在美国来说 好像 好像 Generative Electric Generative Electric CNBC 其实是Generative Electric 拥有的 其实美国大部分的电视电台 和传媒 都是四间主要的大公司 拥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为什么911 这么多的破绽 这么多资料 在美国大传媒 从来都没有人说 从来都不是 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美国的大传媒 都已经被人控制了 你没有办法拿到真相 所以剩下来 就是我们互联网的资讯 我已经看到 在很多国家 都已经开始说 要控制互联网 甚至乎 在澳洲 已经有些人说 我们将来澳洲 澳洲人只能看到 一千多个互联网网上的网站 即是你已经看到 已经在走这条路了 当然很容易 互联网上 有很多不良的资讯 很多人教你做债贷 会员就是这样 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看到正和负那边 我们吃了禁果之后 能够辨别是非 其实会员将来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够辨别是非 我们可以制造地獄 如果我们能够辨别是非 走到正国方面 我们可以制造人间的天堂 好了 那 那些人的信息 真的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OK 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帮忙做讨论这个问题 下个星期我们会再见 OK 拜拜 拜拜